又有人领养小猫了 今天我带了两个领养人过来 等于是一出门就欠了人家两个猫 所以今天必须抓到两个以上才行 咱们下上笼子继续绑架代替购买 现抓下领养 等了半天一个小猫都没有出现 这可坏了 今天可是欠两个猫 得努力才行 这个时候发现有几只小猫在绿花袋后面趴着 他们不过来我就过去 把笼子给他们拿过去 笼子重新下上了 果然好事 不到一会儿两只小白猫就过来了 这只小白猫更馋一些 转了一圈就进去了 他好像也知道这是个捕猫龙 也学会了不踩机关 把肉钓过来吃 看来山东的猫圈里面 都已经知道我这个绑匪的存在 再这样下去 我得去外地抓猫才好事了 小白猫就口就把肉给吃完了 想再去掉一块的时候 另外一只小白猫也到了笼子旁边 里面这个还以为有人来抢他吃的 自乱了阵脚踩到了机关 被抓到了 这个小白猫已经是个成年猫了 这种猫已经很有战斗力了 我们怕被他干 想让他自己钻进航空箱里面 结果被他钻了空子 跑了 真的是太郁闷了 这个时候领养人拿了个小网兜过来 说给我们看看抓猫 能不能看上用场 我默默的把笼子下上 再看看手上被蚊子钉到包 这个网兜子至少可以打蚊子 小猫已经不轻易进笼子了 两个领养人都在这苦等 压力很大的我 只能多吃几口 等了一个多少事 终于抓到了一只 也是一只小白猫 本来是想把他从笼子里面抓出来 放到航空箱里面 结果小白猫想逃跑 没想到这家伙一根筋 逃跑路线指挥向前 然后就自己钻进了航空箱 自图罗网了 既然如此 就给他取名叫一根筋 一根筋现场就被领养了 一根筋一到家 就跳到管道上不下来了 一根筋的领养人非常的无奈 无论如何 这也算是划完了一个猫寨了 但是还欠一个 咱们继续把笼子下场 然后晚饭就这样解决了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终于又抓到了一只 这下欠的猫寨算是能还完了 把他从笼子里面抓出来的时候 快点又被他跑了 我们吸取教训 决定去车里面抓他进航空箱 我们把笼子口和航空箱的口对在一起 小白猫自己走了过去 咱们就给他取名叫自己走吧 自己走现场就被领养了 到了新家改名叫白兰蒂 自己走白兰蒂长得眉清目秀的 在自己的小窝里面采着奶 虽然他现在还怕人 但是摸他 他也不凶人不咬人 看来在野外 也是有德才兼备的世外好猫的